有些人会觉得 传方是否真的需要证据呢 我就可以告诉大家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病得医治、安慰 或者说他的话 中他的心 他就会相信耶稣 但有些人是真的需要知道神是真实的 我是其中一个 我认识到有些人 他就说我要知道神是真的 很多人都会回答你 神是否真的呢 我们需要有这个理性的基础 还有这个也帮助我们基督徒 因为有些时候 神会说 你为我献上自己 你牺牲自己的一些东西 或者你很大困难的时候 神会帮我 很多人会担心 神会帮我 在那时候我发觉 我肯定知道神是真 圣经是真神的说话 是会让我有这个基础 我知道神是真实的 所以我不会动摇 其实现在在网上 实际有很多很多攻击基督教的方式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你发觉你的群组 不同形式都有的 在这些那么多的攻击之下 基督徒怎么站得稳呢 一定我们自己本身很肯定神是真 圣经是真神的说话 因为很多用不同的说法 有说圣经又传错了 有些人又改了圣经 各类的东西 或者说耶稣不是真神 各类的方式 甚至有些是会用 他就像基督徒的身份 那样的 那你就会说 其中有一个 都挺测诡性的 有一个叫做最小的仕途 小仕途 他那个是可以令到人的信仰 是可以完全动摇的 但是在我来说 我根本就拆穿到他的问题 那我鼓励大家 你就不要轻易去看那些东西 因为你看了 你未必定得信 有些人站不穩 但是我今天所说给大家知道 圣经的证据 是比大家很硬正的 而且你住方圣的时候 你看人的 你和阿婆 你不会说那么多 你只会说 真的有神的 真的有证据的 很多预言 你就开始说他的需要 或者其实由他的需要开始入手 但是有些人 他的确是需要理性的基础 他要知道神是真的 那这一张纸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在圣经里 归这个神的证据 是说出来的 另外有一个文件 叫做 有真神和真神是谁 那如果你想收到 其实有很多其他文件 你想收到 你可以给WhatsApp我 电话给我 那我就会传给你 让你可以熟习 让你能够站得稳 那我们上一次 之前 都不是上个星期 是上个月 因为有隔开一些不同的活动 那我们就说到 第一处的经文 就是说到 钉十字架 和那些衣服被人分了 而那时候 没有钉十字架的刑罚 这一点都是很简单的 很容易可以告诉别人 就是未曾有钉十字架的刑罚 其实世界上的刑罚很多 他怎么知道 将来基督是会钉十字架呢 那有些人就说 先边也已经没有说到基督 他只是说 大约说我而已 但是大约说我 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发生过 那时候 他手脚没有被人钉穿的 他没有被人的衣服分了 他没有被人安置在死地的程度之中 是没有发生的 所以这个所说的 不是大胃本人 而圣经是说到 大胃的后裔 耶稣称为大胃的后裔 所以这个说的人 就是大胃的后裔 有些人说 我为什么是大胃的后裔 这就是圣经那种预言的特别 当你应验的时候 你真的看到 是他才应验到 因为耶稣被人的十字架 是他才应验到 除了尊外 当然有以赛书53章 也说到 耶稣被人杀死 为我们的罪业压伤 人的罪业压伤 而且在撒家里的书 也说到他们所扎的 也有说到刺头扎 因为 翻译圣经的时候 这个华本圣经已经有很多年了 那时候就用一些 不是现代的中文 那时候就用个扎字 如果现在回来 圣经就会用个刺头的字 因为赚的字根本没有人懂 那就是说 他能够在之前 已经说到耶稣是钉十字架 和他手脚被人刺穿 衣服被人分 而全世界钉十字架 只有中东几百年的时间 之前之后都没有 所以这个很明显看到 神的一早知道 而神是为耶稣预备一个最残忍 以及是羞辱的刑罚 那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第一 就是耶稣要承担罪的懲罚 承担这个十字架是痛苦的 因为要在十字架上 死慢慢死的 不是一下子死的 是慢慢流血死 他人一直虚耗越来越弱 然后死的 然后就是羞辱的 其实圣经说到 他的懦衣被人分 懦衣被人抽签 其实就是没有了衣服的 不过历代的画家 就觉得太丑样了 怎可以画耶稣没有了衣服呢 有条根在里面 这个是其实 如果你看回一些十字架的图 有些说到以前的图 画一些图出来 你看看是没有衣服的 那为什么耶稣会没有衣服呢 很丑怪呢 他就是这么丑怪 让我们脱离丑怪 当我们明白的时候 神的儿子变成最丑怪 让我们脱离羞 这个就是神的安排 是很特别的 耶稣也真的是 承担最大的痛苦 而耶稣最大的痛苦 在十字架上 不是他钉死 而是他要跟天父隔离 而且他承担世人的罪 变成为罪和变成为 就座 这是他最大的痛苦 所以这个经文 是传福音非常好的 由善加利的书 第二次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 我必将那 诗恩叫人懇求的灵 乔伴大为家 为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扎的 必为我悲哀 如丧独生子 又为我仇苦 如丧长子 这个经文 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讲到耶稣的神圣 我给大家看一看 在哪里看到耶稣的神圣 我们看圣经要学习 专心看 留心看 不要有前切 不要想着圣经说什么 又是完全有虚心 谦卑的心去找圣经说什么 在这里哪里看到耶稣的神圣 大声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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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有没有看到 这里只是讲 神将圣灵致给我们 对不对 但如何看耶稣的神圣 耶稣的神圣 我说耶稣 让我 对了 让我 你将他连在一起 如何让我 和耶稣有什么关系 在这里 让大家想一想 欧乎公路 扎 是什么呢 刺透 这词讲刺透 这经文是谁 它用过什么字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扎的 便为我悲哀与丧独生子 又为我仇苦与丧长子 这里说到扎谁 不是说耶稣 是说谁 这个我在上下文 是耶稣 这个我 他们必仰望我 是仰望耶和华 就是他们所扎的 在这个经文的上下文 讲到这个我字 是一路耶和华说话的 那这路耶和华就说 他们刺透我 有些人 很多人看旧的 未必看到这一点 其实如果犹太人留心看 他们会看到 这里是讲到他们刺透神 为什么刺透神 怎么可以刺透神 神怎么可以刺透呢 就是神成为人 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 他们就将耶稣 刺出 因为神就是圣父圣之圣灵 所以耶稣都是耶和华的 耶和华是圣父圣之圣灵 都是耶和华的 这道经文是很清楚 讲到耶稣的神圣 那些人会仰望我 就是他们刺透那个 那刺透那个是谁呢 就是耶稣 就是真的有刺透那个 就是耶稣了 他们没有刺透天上的耶和华 对不对 他们为我悲哀 好像丧独生子 耶稣死的时候 那些人为他悲哀 因为他居然被人钉死 为我仇苦如丧长子 圣经在前面讲到 我必将 诗恩叫人懇求的灵 僥贯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这个在什么时候 大大的应验呢 我们试试这个 我们学习 分析圣经 这里什么时候大大的应验呢 诗恩叫人懇求的灵 僥贯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五秦节的时候发生 就是神 我要将圣灵销罐在他们身上 圣灵销罐在身上 叫他们懇求 叫他们懇求神 然后他们就会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刺透的位 其实这个是相连 耶稣被刺透 然后后来没多久就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 就令到那些人很多悔改 因为我们终于釘了耶稣 将耶稣釘得十字架上 而这个经文就说到他们所刺透 这里说到五秦节 圣灵降临 又说到刺透 就是说圣灵降临 就是在历史上一个时间 耶稣被刺透的时间 这两个时间也很相近 就是这两个事是相连的 刚刚我就是诗经 但我现在将经文简单地用来 解给大家知道 就是圣经说了 有一天神会被刺透 为什么神会被刺透 想都想不到 原来他所说的就是 神降生造人 就是耶稣基督了 他居然被刺透 他刺透之后 圣灵就会降临 感动那些人就会悔改 哇我们刺透了神 我们杀死了他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就带给他们很大的悔改 所以这个是另一个经文 除了诗篇二二篇 就是我所说的 诗篇二二篇 上一次已经说了 今次我不重复说了 就是说到 我们所担的耶稣 是早已说了 所以我们看到原来 圣经是说了 耶稣被刺透 并不是一个普通人被刺透 乃是神自己被刺透的 好了 接着第三个经文 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开始 是一段非常奇妙的语言 详细的语言 我希望大家放在心中 让我们的信仰很稳定 我们一起读 为你本国之文 和你圣诚 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要止住罪过 随正罪恶 熟尽罪业 引进永宜 封住意障和预言 并高致圣者 你当知道 都明白 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寿高军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正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连街大豪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六十二个七 那寿高者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必有一望的闻来毁灭者 城和圣所 至终必如洪水充满 必有争战 一直到底 科学的事已经定了 这道经文是非常奇妙的 一段的经文 我们现在 将它的意思解释一次 在这里 就讲到 为了以色列文 和圣城药撒冷 就定了七十个七 七十个七要做什么呢 就是止住罪恶 罪过 将那些罪恶停止 除净罪恶 将所有的罪恶除掉 熟尽罪业 熟了人的罪 救熟人的罪 以致人可以得熟 引进永宜 永远的公义 永远的公义 就是能够人 走上神的路 遵从神的吩咐 在今天 已经开始应验 我们已经是 基督徒可以一路处理罪 可以一路离开罪 又可以得熟 也开始有神的公义 不过这个预言的最后 结议 应验就是当耶稣 回来之后 我们在天堂 就会个个都有 永远的公义 那时候就完全 所有的罪恶停止了 但这里所预言 首先就是 说到耶稣 要熟人的罪 好了 还有这个 封住异障 和预言 这个解释 有两个完全相反的解释 一个解释 他将封的意思 就是将他建立 或者应验 和建立 就是说这些异障 和预言 他应验 也都神会建立预言 另一个解释 就是从此以后 再没有异障 和预言 这个在很多教会 就是这样相信的 在耶稣之后 就封住异障 和预言 就是以后再没有了 那时候 他们就说 从耶稣 新的时代 过了之后 就是初期搞完 之后 就再没有预言 再没有异障 但我们可以怎么回答他呢 在《士囊传》第二章 那里说 神说在每个日子 我将灵 飘满烦 有血皮的 儿女说而言 少年人见义障 老年人作而木 那么 在何时呢 他说大而可谓的 日子未到以前 神大而可谓的日子未到以前 那他就说到 日头要变黑 月亮要变红 天上地下 有很多神迹歧视 在这个日子的时候 就是说是由 五常节开始 至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到世纪毫日之前 就会有这些 异障 和预言 那 就是说 其实《士囊传》第二章 你详细看这个 应验药义书第二章 是说到 由新约时期开始 一直到世纪毫日 这个意思是说大而可谓的日子 未到之前 都会有这个异障 和预言 那又另外呢 就是在哥伦多前书 第十二章 讲到有预言的恩赐 先知的恩赐 那这些恩赐呢 保罗并没有说到会停止的 那所以呢 其实圣经并没有说到 封了它 就是不再给它 而是呢 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 神高纳它 就是这个 这个 我们都有圣灵的印记 是吧 我们有圣灵的印记 这个 这个 就不是说封了你 你没用的了 你坐在那 身为一把嘴 那个 这个 就是我们有这个圣灵作 印记就是这个印记 就是同样的字 印记 所以这里可以说 神就是 就是那些 语言和义长就应验了 那可以成就了 那这些呢 其实这些字呢 可以查 我可以 传给大家 那个希腊文的字是什么 这个就是希伯雷文的字 那我们可以查回这个字的意思 希伯雷文就是h 有四个数字 然后希腊文就是g 有四个数字 那我可以下一次 就将这个 希伯雷文的字给你 如果你有心研究 可以去研究 好 那这里讲到呢 就是说这个封住异仗 在很多人来说 就的意思就是停止 而是说呢 神就高立 就这些是有个印记 就是说这些会应验了 那就是高自圣者 这个自圣者 这个holy one 就是高立这个自圣者 就是高立基督了 就是说 而后面呢 他讲到寿高军 这个寿高的军王 就是说到基督要来 所以这个经文呢 是预言耶稣来的 接着第五节了 你当知道 当明白 从出令重新建立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高军的时候 有七个七 和六十二个七 就说出一个数字了 就是 七个七 和六十二个七 加上来就是六十九个七 然后就说到 稍后我会解释的 后面我会解释的 正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连街大号 都必重新建造 就是起初时 那时已经毁坏了 在主持五百多年的十二 耶路撒冷毁灭 然后呢 后来就是 波斯王 居然给他们回去 重建圣殿 然后重建圣殿 其实很 很奇妙的 因为那时他们忘了国 你上去那个国家忘了国 他们会给你回到你的首都 重建你的圣殿和圣殿 是不合理的 但是神就感动波斯王 居然容许他们回去 然后呢 就过了六十二个七 那意思呢 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就是说 过了这个第二个 一个就是七个七 一个是六十二个七 过了六十二个七 就是过了七个七 然后过六十二个七之后 这个受高者必被剪除了 这个另一个经文 是说到基督 是会被杀的 其实很奇怪的 如果基督是要来救人 就是如果大家不明白 这个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 他来救人 他应该不是被杀的 他要成就一切 赢了所有的敌人 为什么会被杀呢 但是这个就是神的方法 因为这样才可以赎罪 那么基督呢 就会被人杀死的 剪除 一无所有 就是说他不再在世上了 但是他在天上的 然后呢就有一黄的文 就是有一个黄带着人 来到毁灭这个城和圣所 这个就是罗马人来到的 就好像洪水的充满 就是耶路撒冷就一路被毁灭了 以及打仗一直到底 在方量的事已经定了 那真是耶路撒冷方量了很久 虽然现在复博 但是整天都打仗 一直打仗到底 所以这个经文也是预言到 在现在的中东的战争的 好了 我们现在揭去后面 在主前457年 以斯拉记第9章9节 在这里讲到 以斯拉回去的时候 但这个不是第一次他们回去建造圣殿的时候 是接着之后 他们回去的时候 他就讲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读 能重建我们神的殿 修其毁坏之处 使我们在犹大王 耶路撒冷有祥門 在圣经里记载 就是 以斯拉记那里有讲到 他回去就修造圣殿 但是也都讲到 耶路撒冷有祥門 那到底是怎样呢 即是是否他开始 即是是否圣殿的祥 都仗是代表耶路撒冷的城墙 因为那时候他开始都在一些城墙 围住那个地方 我们不详细知道的细节 但是知道的就是 圣经是有这样讲的 由这个时候开始计 即是圣经有讲到 重建耶路撒冷的祥門 这个是后来 尼希米去大规模的重建耶路撒冷的 但是这一阵 他重建圣殿的时候 他有没有都开始做一些城墙 可能就由那时候开始计 计起重建耶路撒冷 那这里跟着讲 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 就会主要回去重建圣殿 但是也有建造一些的城墙 那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 就是等于六十九个七 乘出来就是四个八十三 而耶稣受高 就是耶稣受洗被圣灵高立 他的传道 就是他三十岁的时候 那本来公园 就是由耶稣出世的时候 开始计算的公园应该 就是一个修道士叫Diametius Asegurus 他开始用主降生来成立公园一年 就当是耶稣公园一年出生 不过可惜他计算错了 计算错了 所以主耶稣出生的时候 大约是主前四年左右 其实希律王是杀耶稣 不是想杀耶稣 就杀了那些婴孩 希律王就是那时候死的 所以耶稣出生一定不是公园一年 而是公园之前 因为他就是出生之后 然后希律就要杀那些婴孩 而主前四百五七年至耶稣 他受高的时候 即是三十岁 如果再减四年 因为算错了四年 即是二十六岁 那四五七加二十六 就是四百八十三的 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之 非常之吻合的 就是由四百五十七年 直到主后二十六年 就刚刚是四百八十三年 就是说 由出命令 变成耶律撒冷 直到耶稣基督受高的时候 是四百八十三年 而这个经文里面 说到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接着我们看下去 但耶稣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就说受高者会被剪除 这个是神拯救的计划 然后耶路撒冷和圣殿 就会被毁灭 耶路撒冷是主后七十年 被罗马人毁灭的 就是耶稣离世后 同一个世代 所以在这段经文 预言到几件事 第一 耶稣降生的时间 就是由出命令 变成耶路撒冷 开始计六十九个岁 然后基督会被杀 然后耶路撒冷和圣所被毁灭 然后之后打仗 一直打仗到底 这个预言 第一 就是将耶稣离的时间讲清楚 第二 就是限制了耶稣 基督一定要是 主后七十年之前才是基督 因为呢 在当时所预言的 大家可以看对我 当时所预言的圣殿 就是重建圣殿 真的重建了 重建了之后 直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主后七十年毁灭 然后讲到这个圣殿 将基督要来 由这个圣殿毁灭 也就是说耶稣来的时间 是在主后七十年之前 一定是主后七十年之前 因为当时就是毁灭 这个预言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有机会向犹太人传呼 我们就和他看这个经文 这个受高军 就是基督的 而基督来之后 耶路上就毁灭 耶稣什么时候毁灭 主后七十年 在当时之前 有一个被刺透的 那一位 他会来到 就是救主 那这个在主后七十年之前 有哪一个 是应验这些预言的呢 就是耶稣 因为他应验 这个是听神节家 应验圣经其他的预言 那我们看得到 就是说 原来圣经是一早说定 将耶稣来的时间限制了 并且我用另一个方法说 这个另一个方法说 圣经将耶稣来的时间 是限制两个时间之间 在犹沙重建 和毁灭之间 而他重建 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 就是在 在圣经也说到 耶稣会忽然在圣殿出现 那这里我没有写到的预言 那我就可以下一次给大家 就说到耶稣会忽然出现 但是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因为在主前四百多年的时候 建了这个圣殿 但是过了四百多年 你想想一定是残疚 而且那时候他们不是那么多资源 建的一定没有所罗门那么漂亮 一定很大距离 神是感动一个非常残恶的人 就是希律王 希律王他居然有这个感动 要将耶路撒冷的圣殿 修改和抗战 将它抗战一倍的大小 然后将那些 用一些很重的石头 所以当时门徒就和耶稣说 你看那些石头多漂亮 但耶稣唯一入 这个所有的石头都不能够 就是这些石头 都不会有一块 垂在上方 就是会被拆毁的 那就是耶路撒冷的毁灭 那就是圣经呢 就是很清楚说到 耶路撒冷会毁灭 而之前就有这个希律 将圣殿重建得很漂亮 由耶稣来 那圣殿重建什么时候开始呢 主持十九年 到了耶稣来的时间 就是 还是一路修理 一路修理的 到耶稣出现的时候 是修理得最好的时候 然后到后来就毁灭了 所以圣经很特别的 就是将耶稣来的时间 限制在耶路撒冷 圣殿仍然是一个好的状态 和它毁灭之间 而那个时间 就只有 在耶稣来的时间 因为之前 圣殿已经很残疚了 但在耶稣来的时间 之前 希律王就将它修理好 然后就等耶稣来 然后耶稣就是耶和华 忽然间在圣殿出现 在马拉基书的三章一节 那里就说到这个 就是耶和华 忽然间在圣殿出现 就说到耶稣就是耶和华 这个另一个经文 就是耶稣就是耶和华 另外的经文 也是 刚刚我们看的那个 《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 也说到它刺透耶和华 那里也说到耶稣就是神 OK 那我们现在 会粗练讲 你说很复杂 我现在将它简化 将它简化 将这些预言简化 将这些预言简化 让你呢 就可以 可以 说回 那我想说呢 就是当然 全方式不只是用这些 不过如果你有时 遇到一个人 真的想知道实在是真的 是想知道证据 是很有帮助的 你发觉教会呢 很多是什么人呢 姐妹最多 弟兄比较少 还有呢 知识性比较强 思考力比较强的人呢 通常是比较少一些的 不是说没有 不过是 通常比较少一些的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呢 因为很多人 全方向是以一个感性的方向 就是说 那些人的需要的感性 而 当有些人 他真的会问很多问题 很多质疑的时候 是很多人不懂得答 所以变成了呢 是难些带一些 一些有思考的人 而我在信耶稣的时候 神就预备了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呢 他就不是说这些东西 他说一样东西很简单的 那你说 那我说这些东西 简单容易一点 他又说什么呢 他说牛顿 就是信有神 因为这个世界很有秩序 很有规律 但是他有朋友就说 不是这些东西是自己变出来的 那有一次牛顿 弄了一个仪器 有九大行星 因为那时候我问他 是不是真的有神 因为我是有想过 是不是有神 如果没有神 我们做人不要紧要 我们怎样生存都可以了 就是我觉得 做人现在开心 如果死了之后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当我有一次 看了一本科学书 提到有神的时候 我心里很好奇 是不是真的有神呢 我心里很想知道 我就问他 是不是真的有神 他就跟我说牛顿 他就说 这个宇宙是神创造出来的 设计出来的 他的朋友就说不是 有一次牛顿就弄了一个仪器 朋友就问他 谁弄的 他说没有人弄的 我早上起床 自己就变出来 那我朋友说 没有可能的 牛顿就说 如果你说这些东西 没有可能 那为什么整个月就可以自己变呢 那他虽然用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我听完 我又想 是啊 那么多东西 是不是一样都变出来呢 那令我很好奇 而我后来呢 就买了一本 我去到书局 就是我已经上了一本 就是我已经上了一本 但是我还是想要了解更多 我就看了一本《圣经搜则》 《海内注》的 里面就列出 《旧约》 《预言归尼创亚》的意义 就有很多 很多节 我就自己回去 逐节逐节看 包括这些经验 都是我 那时候 没有人叫我做的 是我自己 就去研究 那时候我也是一个 初信的信徒 我就自己去研究 研究的时候 我就去思考 为什么 为什么 就后来得到答案 能够将它解释出来 那我自己就很学信 知道神是真的 我就很容易向人传呼吸 如果不是有这些证据 我自己是 我不会很坚定地相信 因为我要知道神是真的 如果神不是真的 因为当时我想 去教堂那些就是 那些人很软弱 很不开心 希望教堂安慰一下 我不是需要这些 我是要知道神是真的 那神对我这种人 是需要有这个证据的 我也有个同学 也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要知道证据 那我又跟他说 后来他又相信耶稣 就是有些人 他需要知道这个证据 所以我希望大家 有这个心 你所认识的人 你能够跟他解释 那我现在将 这两张 这张纸上的预言 简单地说 那你可以和他们说 诗坚二二坚十五节 十五节开始 就说到就是 将钉十字架刑罚 首个钉村 三被人分散 安置在死地的程度之中 但这件事在大卫身上没有应验 但在大卫的子孙身上应验 而呢 是 《钉十字架刑罚》 是 我们有写了时间的 先 没有写到 我可以给大家知道 啊 有啊 有写到 在大卫写 即是大卫主前一千年 大卫之后六百多年 即是主前三百多年 开始有钉十字架刑罚 然后到主前三百多年 然后到主后三百多年的时候 就停止了钉十字架刑罚 但是呢 耶稣就是这段时间出现 而耶稣就是被钉十字架 神所预言的基督 就居然在这个时候钉十字架 所以圣经很清楚讲到 他怎样死法 而人 我有时这样问 我说 你会不会知道 你将来离开世界是什么方法 人家说不知道 那我说 你知不知道 你的子女将来怎么离开世界 都不知道 如果你之后一千年 那个子女 怎样离开世界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圣经会知道 一千年之后 大卫的后裔是怎样离开世界 怎样死人 然后跟着 就是撒加利的书又讲到 另一个经文 他说到他是被扎的 被刺透的 而那个刺透 他是神 所以耶稣是神来到世界上的 而但耶稣就将耶稣来的时间 和历史挂钩 这个跟很多世界上的宗教是不同的 世界上的宗教呢 只是一些道理 一些理论 是没有跟世界挂钩 有什么重要性呢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譬如人说 很简单 用宗教 你跳舞 唱歌会开心 这件事是一个很主观的经历 的确很多人觉得开心 但这件事只是一个个人经历 跟这个宗教 跟这个世界没有关联 就是你跳舞 唱歌很开心 跟这个宗教没有关联 很多个宗教 譬如佛教 他说到佛祖发生的事 即是佛祖这个人物 应该在历史上有存在的 不过 他所说的东西 并不跟历史挂钩 但圣经是跟历史挂钩的 即是说圣经知道 将来发生什么事 它是掌管天地 历史的那个神 启示的 就是这件事不同 即是说有其他的宗教 都说有神 但他不能够知道 将来发生什么事 那如果是真神 他应该知道 将来发生什么事 而神呢 是每一方面都有证据的 包括历史上 和预言 和我们可以经历的 这一点就是说 在历史上 我们可以看到神做事 而这个经文是说到什么呢 就是由出命令 从真见到耶路撒冷 因为当时 但耶利那时候 他们还是亡国的 但耶利就是被老去 巴比伦那批年轻人 去到那时候 是没有国家的 但他说将来 你们会重建耶路撒冷 哇 很渺茫 已经亡国 如何重建呢 并且还说 重建之后 将来 计算 六十九个七 基督要离 然后离完之后 应该很好 又不是 他又被人杀了 好像很矛盾 被人杀完之后 耶路撒冷被人毁灭 还打仗到底 是否好像很矛盾 但当我们明白 原来世人有罪 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 因为所有宗教都说 你做好一点 做好一点 做好一点 都是不够好 如果这个神是完美 是做不够好 但是神 创造天理的真神 是完美的 所以去到祂那里 一定要完美 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神亲自做人 为我们承担罪 为我们死 射命我们的罪 我们就变得完美了 耶稣将祂的现在 在我们身上 我们才可以见到神 所以 基督教是一个 宗教里面 是一个真神的宗教 神是绝对圣洁 任何罪都不可以去到天堂 而且祂是完全 慈爱的 所以祂很想救人 唯一的方法 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可以救我们 就是耶稣 祂是神 抗生做人 而圣经就预言定 祂何时来 又来 就要被杀 因为祂这样才能够 属我们的罪 二塞书53 也都说到 祂是为我们的罪业被压伤的 属我们的罪 然后呢 耶稣来到了 然后呢 啊 怎样 悲惨的事就发生了 耶路上毁缘 因为祂不听神的话 神的审判来到祂身上 也都是应验圣经的缘 也都将耶稣的时间 限制了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 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 向犹太人传福音座 告诉祂 你看这个经文说什么 圣经有这样说的 说到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 基督来了 而祂是刺透被人杀死的 因为耶稣要赎我们的罪 而圣经说祂是首个被钉穿的 所以我们看到当圣经预言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基督了 有没有人想问 有没有问题想问 就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再简单一点 就是说 圣经一早说定耶稣何时来 69.7 真的来 又说定他被人杀死 应该没理由杀死的 但耶稣就是要赎我们的罪 我们才可以得熟 然后又说明耶路撒冷毁灭 真的就是毁灭 所以将耶稣来的时间限制了 祂一定要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 要来到 如果那时候没来到 如果相离太远也不行 因为那时候 而且那时候耶路撒冷 圣经又被重建 最美的时候祂就来到了 这个时间是刚刚好的 刚刚在圣经修理好 和圣经被毁 所以这个圣经好像为耶稣而设 那样修理 修理得最美 耶稣就来了 来完之后 一个世代就毁灭了 为耶稣而设 OK 好 然后跟着 下面那里就说到 约白记 说到 你能否发出闪电 叫他走去 使他对你说 我们再者女 那这个是 很神奇的一句说话 这个之前已经解了 所以我帮我再解一解 就是说 第一就是以前没有家里的电 所以神用闪电 但是闪电是人很怕 还有觉得控制不到的 你娘娘发出闪电 你怎样发出闪电呢 就是跟人家沟通 告诉人家我在这儿 怎样沟通呢 是没办法沟通到的 但是神就会说 你能不能这样做 但是今天我们 用科学又能做到 能够发出电的讯息 可以告诉人家 我们在这里 那这个就是圣经能够 就是有科学性的讲出 将来 因为人会用一个方法 来沟通 是用电的方式 那圣经怎么知道呢 就是神知道 因为按照普通常理 譬如人会不会这样写 譬如有些人这样说 圣经就是一班 尔斯利人 他们就想全世界都信 这个 他们所信的犹太教 于是就写一些东西出来 等他将来应验 就说你看他应验 但是当你这样写的时候 你会不会这样写呢 你会不会写 你发出闪电 就会告诉人家你在哪里 你说这些太神怪 也不会发生 又会不会说 基督来就会被人杀死 好像不合理 而且限制他时间 他来之后 耶路撒冷毁灭 如果耶路撒冷毁灭之前 他不来 那便不应验 圣经讲的语言 是只有一个方法应验的 我们只能看到他那个特别的地方 还有这个《约伯记》二十六章七节 就是说到 神将北极铺在空中 将大地圆拐在虚空 就是在以前的人 根本他就不知道地是圆的 他们觉得地是平的 那为什么神就会说到 将这个大地圆拐在虚空 以及在以赛书说到 在地球大圈之上呢 他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呢 那时候人们都没有这个科学 但是神提示他 知道这个地 即是圆拐在虚空 当然是屌屌的 不可以的 当然要放在一个平的地方 没有想到圆拐在虚空 而是一个球体 所以这两个是比较简单 四五是比较简单 就是比较容易解释给人听 大家有没有问题 我现在给你练习 因为这个是事共粗练课程 那你将来遇到一些人 他们要追求证据 你就告诉他们 圣经那些语言是和历史挂钩的 和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挂钩的 我不是就这样随意地说的 有没有问题 即是你先问了 如果有问题先问了 然后呢 我就给大家练习去说 让你将来可以懂得和别人说 因为大家有时候 你遇到一些人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和他们谈 你怎么说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有没有神 可能很多人问 这是神 我就会这样问 如果真的有神 你会不会想认识他 如果真的有 如果真的有天堂 有地狱 你会想走入地狱 一走到天堂 如果真的有 他说有才算 好了 如果真的有 你会不会真的走进去 如果我告诉你一些证据 你会不会去思想 去了解 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去问人 你有没有想过有神 很多时候有陌生人 我和全方都这样说 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有没有神 有天堂 有地狱 有些人说 没有的 没有的 我不信有 我说你信不信有 譬如我带里面有钱包 你信不信 那些钱都在我 你不信我的带 有钱 那些钱都在 如果神是真的 你信不信他都在 有一天你都会面对他的 如果是真的 你想听一些关于神的证据 那我 当然这个不是唯一全方的方法 有很多方法 但是有些人 比较思考性 要用这个方法 我曾经试过 有一个打球的朋友 他是一个物理学家的专家 他是那些火炙公司的顾问 不是在香港的 我又有一次跟他说 神很真的 有证据 是吗 那我说 我跟你谈好吗 那他说好 真的来到我办公室 跟他谈过 谈完他怎么说 看这些证据 真的有神 不过我谈过 也是信佛 那神为何要信佛 为何不信真神 不过他是坚持的受 这个都是人的选择 那时候我又未知和他经历圣灵 就是要其中经历圣灵 这也是其中一个方法 我可以帮助他 但是当时他说 他真的看到神的证据 都有不同的人 有些真的说 神真的很真 OK 那现在我们 有些组长 和大家一起分组 带大家试试说一下 那你说多少就多少 就是简单这样说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想问 这才明白不明白 OK 好 我们一起祈祷 好 接触先 接触这个时间 是因为我们有练习的 请我天父求你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知道神是真实的 我们的信仰就扎根 无论人怎样说 无论这个世界上的人 怎样说法 怎样攻击基督教 我们知道神是真实的 求主帮助我们站得稳 不让人影响 我们的信仰是稳固的 也能够帮助一些有理性的人 帮他们去认识神是真实的 求主你施恩祝福廉悯我们 更新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生命 多谢天父 你都求主在这个时候感动 我们的心乐意的奉献 神啊你喜悦的 我们奉献的金钱 愿意使用在圣公上 愿意使用在宣教上 我们能够去祝福更多国家 多谢天父 可以